因为在这次的冬奥会赛场 心语跟诗乐其实也给我们带来了 不一样风格的很多表演 比如说你们一开始跳的那个功夫熊猫 再到后面长城下的中国钢琴 像这一类 这两种就是完全不同风格的编曲和编舞 是你们俩谁挑选的 还是说大家一致去决定的 他俩老师其实是一套 我知道 但是这样那个功夫熊猫 我一开始听就会觉得它有一些摇滚加古典 但是后面 你们穿那个青山绿水 那个衣服一样的那一套 其实就非常的中国风很古典 没有老师您说的是那套猫王 对对对抱歉 说错了 就是猫王猫王 猫王一开始是摇滚加那个古典风在里面 其实韵律舞来讲的话 是我们想要挑一套主题性比较强的节目 对然后我们找音乐的过程找着找着 我们就觉得说猫王这个特别适合大刘 因为身高和外在形象 包括我们两个的表演风格 其实都挺合适 然后我们就选择了这套猫王 那套表演还真是 然后自由舞的音乐其实是 大刘的算是大刘找到的音乐 对 你们之间会有一个默契吧 或者说会有一个商量 然后这个一般是先主要是 先是共同去发现一个东西 还是说杨大刘啊 或者是十月你发现一个东西 然后你再赶紧你们之间去一个沟通 再跟编舞老师 再跟教练去沟通 大概是有这么一个默契吧 在选取的时候是两个人各找各的 对 然后都会找一些比较符合我们两个风格的音乐 比较适合我们两个表演的音乐 然后我们两个找完之后给对方听 然后对方如果说合适的话 我们两个会去给编舞教练听 如果对方觉得不是太合适的话 可能就会就pass了 对